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三對議員 是談到美國國務院2024年 財政年度預算申請的時候說 美國面臨來自中國的長期挑戰 為了努力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並且推動印太自由 拜登行政當局將下一個財政年度 用於印太地區的預算增加了18% 布林肯說這項預算既包括著情聖 也包括強制性的建議 用於新的創新投資 以贏得與中國的競爭 包括通過加強美國在該地區的存在 確保美國和民主的同伴能夠提供的 比任何替代選項都更具吸引力 包括海市安全 疾病監測 清潔能源 基礎設施 數字技術 他說這項預算終會幫助美國 是頂回威權主義的推進和民主的倒退 方式是加強世界各地的民主政體 包括通過支持獨立媒體 反擊腐敗 捍衛自由與公平的選舉 他說這項的預算還會將使得美國 是得以支付美國對國際組織的貢獻 拜登行政當局3月9日公佈了 6.8萬億美元的2024年 財政年度的聯邦預算案 有關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發展署的 2024財年的預算要求是包含17億美元 勇於支持烏克蘭 幫助烏克蘭贏得戰爭 以及幫助烏克蘭及受到戰爭影響的國家 恢復經濟 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年度 在10月1日開始 行政當局的預算申請必須得到國會批准 聯邦政府的龐大預算案 很少在10月1日前獲得批准 國會和白宮 無論哪個政黨控制總統職位或立法部門 通常同意繼續維持當前水平的支出 直到最終就未來的資金達成協議